那当然这个科学里面呢 有很多老师刚才只是举这个波音 和这个空中巴士的竞争 那还有很多其他更深入的啊 更先进的 那当然我们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了啊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啊 环保啊 同学注意看 我们在那边在讲什么啊 大家反核四啊 或怎么样对不对啊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这个环保呢 环境保护 其实牵扯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 我们作为人要活下去 我们要怎么样使用什么样的什么 能源才能生存下去啊 那当然最古老的时候烧木材嘛 对不对 然后后来到煤嘛 对不对 那但是这些呢 其实都是高污染的 对不对 特别是煤啊 大家熟知的嘛 对不对啊 还有什么 那当然发展到今天 大家所熟知是以核能发电为主嘛 提供我们生活上啊 那当然石油天然气也都算啊 那但是那些再怎么样都算是污染的嘛 对不对 石油也是什么 污染源 对不对啊 那甚至那煤炭就不用说了 煤炭什么啊 甚至使得烧煤啊 是不是使得什么 其实同学注意看 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以来什么啊 就是什么啊 蒸汽机的突破嘛 那蒸汽机靠什么启动啊 还是靠煤啊 当时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 肺结核 会是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公告的什么 要通报的病嘛 对不对啊 那当然也有别的病也要通报 但是和我们这堂课相关的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工业革命以来 最关键的 你这个国家要变成强国或者是弱国 其实对于燃料这方面 欧洲国家反应是特别快的 那同学注意看 我们说煤使得什么 英国当时很多人得肺结核 对不对 那同样的呢 他也使得中国人什么 一样嘛 很早以前就是什么 中国人死于肺牢 对我们是讲肺牢 对不对 基本上什么 也是很多啊 而且被西方国家 此效为土坛大国啊 那什么 一样嘛 因为你烧煤啊 在家里放的煤 煤块或煤炭煤球 什么的这些东西 让你什么 你整个民族的呼吸道什么 都受损啊 先不要说你必然会不会得肺结核了 西方叫肺结核 我们是不是就叫 古时候就叫肺牢嘛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你这个能源呢 是影响一个民族的什么 健康的啊 所以他 平常什么 就已经拉高到国家安全层次了 不再只是一般的 这个个人 个别家庭里面的事情 所以对于欧盟来讲 同学看到没有 工业革命是他们先突破的嘛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不是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欧洲很多国家 中欧 北欧的科学家发掘了什么 核能可以 除了做攻击的武器 还有什么 就是燃料嘛 就是后来的核能发电啊 对不对啊 其实大家注意看 核能发电 不管大家满不满意 只要它没有外泄的时候呢 它就是最干净 最便宜的能源啊 对不对 所以每外泄一次 大家紧张的 非要把它关了 好 关了以后 举例来讲 以德国为例 这个核能 这方面的知识的突破 是德国科学家为主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是说 二十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美军还有俄罗斯的红军 进到德国 就先抢他们的 核能物理学家嘛 对不对 所以他先突破啊 所以他对这个很清楚啊 所以扶日本的辅导危机之后 当然在舆论压力之下 德国总理什么 也被迫说好 和日本辅导危机 相关类型的核能电厂 要把它关掉 民意的要求嘛 对不对 好 同学注意看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全然注意到的一点 就是什么 关掉了以后 德国的电费涨60% 这个是我们大家不讲的 我们只跟着人家后面喊 说关掉核能厂 那关掉以后 你的什么 电费涨了60% 不说 其实同学注意看哦 即便核能发电为主的国家 他也不敢全然放弃煤的发电啊 因为不能把能源砸在一种类别上面啊 看到没有 所以德国本身是什么 在超过50分之50是什么 核能发电 那还保留了30多到40多个percent是什么 煤来发电 但是煤还毕竟还是污染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那德国人这下也受不了了 电费扛 涨了60%啊 这举例来讲好了 我老师 在每一堂课老师都讲 我们比人家穷 但是我们比人家浪费 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这堂教室里面开的灯 其实也已经算过多了 他们是什么 真的比我们什么 节省很多 举例来讲好了 平常家里 你们注意看 你就算没去过欧洲 你们看欧洲 甚至美国的影片 你们注意看哦 他们家里上面的灯很少开 基本上就开在你坐在客厅 客厅沙发旁边一个小灯 书桌旁边也是一个小灯 上面的大灯很少再开的 慢哦 哇 谈情说爱比较好啊 什么的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是电费太贵了 同学注意到 德国它 所以最近什么 梅克尔又公开讲了 核能电堂 继续启用 对不对 要不然你们受不了了 增加电费 增加60% 你们受不了了 对不对 那么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我也没别的选择了 所以只好再把核能电堂再开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所以相形之下 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就是比人家 国民所得比人家少很多 但是我们呢 很浪费 然后我们特别会骂政府 不准涨价 那个也不准涨价 好像我们有什么的 都一大堆 所以同学注意到 我们本身矛盾的地方哦 我们对这个能源的多寡 各方面 我们其实没什么概念 我们反正瞒天乱喊就对了嘛 对不对 那他们是非常有概念的啊 所以呢 在环境保护方面 烧煤各方面会有些二氧化碳出来 对不对啊 不仅对于人有影响 那对于植物各方面都其实全面性的影响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欧洲国家推动的什么 相关的环境保护啊 什么的标准的确都很高 所以他们甚至在全联合国推动成功的京都议定书啊 为什么叫京都呢 就是日本的京都这个地方QDo在那个地方开会的 所以什么通过那个法案就以他的地名啊 为这个法案的名称 同学注意看到哦 他通过通过这个法案呢 当然我们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好的 环保对不对啊 的确很好啊 很有理想啊 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吸呼吸到干净的空气 那不是挺好的吗 对不对 那有没有什么别的意涵啊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共同环境保护是很好啊 对不对 大家好像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啊 不是都很好吗 对不对 因为他规定了什么 每一个国家的碳的排放量 每一年可以多少 对不对 超过那个呢 在国际之间就要惩罚你嘛 对不对 但是同学注意哦 京都议定书 美国没有参加 美国没有参加 好 为什么 所以没办法 因为没办法 你拿不到很多人 因为要很多人 就要很多人 就是发 他们发展就会很顺利 对 非常好 同学 同学注意哦 的确哦 那个每一年的排放量 影响到你这个国家的什么 工业发展啊 同学看到没有 特别美国 因为美国本身也产一大堆石油嘛 对不对 那他石油要提炼呢 提炼时候排放出来的 就跟我们这边一大堆化学厂 石油厂什么 一样嘛 喷出来的那些污染源 真的是非常多的 对不对啊 那同学注意看 那美国作为世界的第一强国呢 他都处理不了这个问题 啊 那当然一方面你说 他处理不了 是因为在议会民主体制之下 这些产业的大老板 强力施压嘛 对不对 所以让这个法案 美国他不他不参加 啊 所以就等于说 他每年照样喷一大堆什么 二氧化碳出来啊 对不对 然后再随着什么 到全世界乱飞啊 对不对 那刚才这位同学讲的非常好一点 什么 不参加呢 因为美国他作为第一强国 他的各方面工业水准 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他应该不怕呀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我今天是世界第一啊 我还要确保我明天继续当第一啊 我不能今天第一 明天掉到第十啊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要确保我明天还是第一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绝对什么 不接受这个制约 这是美国做一个强国 同学注意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有些非洲国家 他还没怎么发展 我这个国家还没本领喷二氧化碳出来 给大家分享啊 听懂老师的意思吗 我这个国家还没发展啊 对不对 那好 但是在联合国大家联手的压力之下 又不得不参加呀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问题了 第一对于这些非洲国家来讲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什么 影响了他的工业发展的进程 速度 还有规模嘛 对不对 因为你每年给我限定多少 多少 我只能排放多少嘛 对不对 那有些国家更惨啊 你们也不用限制我了 反正我都没有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了 没有的这些国家 他除了在联合国的压力之下 他参加了 那另一点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他也参加了 有没有别的考量啊 因为我们都发觉 这对于你的国家的工业发展进程和速度 是有影响的 对不对 那他们难道没有看到吗 还是说非洲国家都是十人 十人族啊 都是大魔头 都不管的 来这位男同学 你觉得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都是十人族的 还是大魔头 都不管啊 还是怎么样 他们怎么考量的 美国都不加入耶 他们怎么加入 他们考量的是什么 除了老实敢讲的 联合国施加压力给他之外 对非常好 也就是说 我这个国家 我连排二氧化碳的能力都没有啊 但是你们也让我参加 好 那我也参加啦 那我也总要有一点好处嘛 好 你们也给我每一年多少配额 对不对 说啊 你这个国家每一年呢 可以有多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这是国际之间可以接受的 那我 我一点量都没有啊 那怎么办 好 那局来讲 我卖给你德国 卖给你西班牙 你们去排吧 董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他还是有一点东西可得啊 对不对 所以编成什么 所以同学注意到 特别是今年 今年暑假 是不是特别热 对不对 热的大家都受不了了嘛 那国外也热 我们这边也热 所以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又检讨了 因为我们知道京都议定书是采用欧盟的版本 因为欧盟的版本 他那个标准拉得很高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欧盟的会员国都是老牌的工业国家呀 所以他们的科技水准比较整齐嘛 再加上之前这些的相关的配套 让他们什么 他们的水准比较齐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可以做得到嘛 对不对 那即便如此呢 欧盟的这些国家的企业也都不是圣人啊 也会想尽办法什么 赚一点漏洞啊 或拿鞭菜去搞一点配额过来搞一搞啊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功能呢 只发挥了京都议定书呢 虽然是欧盟的版本 但是太多国家达不到那个标准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偷偷卖卖来卖去嘛 我这个反正不卖白不卖啊 对不对 我卖给你 所以变成总量上呢 反倒什么 未必见得什么 降了很低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工业革命以来 全球的气温大概今年暑假将近升高两度啊 那同学觉得好像两度 我开个冷气我就有本事给它搞下来十度啊 这两度算什么 但是全球的两度就是我们今年暑假热成那样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全世界的凶杀案的手段都越来越狠 同学不要以为跟这个没有关系哦 这人太热也是会抓狂的 对不对 凶杀案莫名其妙的凶杀案 然后手段是狠 其实都有关系的 那还有很多人得了得了癌症 莫名其妙大家排队等得得癌症 对啊 好像大家都逃不了的 排队不用急 不用不用着急 总有一天等到你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就是说那欧那欧盟呢 那当然他也有检讨啊 那这种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功能呢 那当然的确是有协助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什么效果 但是欧盟本身内部呢 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不得不承认啊 其实同学注意看 他也有一些战略性的考量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环保上面的合作 当然我每天呼吸新鲜空气啊 那真是好的不得了之外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什么战略性的考量 就是什么下一个他们认为下一个阶段的什么 工业工业 因为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一开始什么蒸汽机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二波汽车 对不对 我们现在第三波网路啊什么对不对 那下一波他们想要充斥的方向就是什么 跟环境相关的什么高科技 所以不要小看什么 这个环保啊 好像只是很表面的哦 其实他们有他们背后的战略考量的 下一个阶段的科技 该往哪个方向充斥啊 他们认为什么 他们重点是压在这上面啊 所以他是有他的战略性的考量 他既然压在这个地方 所以同学注意看 他为什么拼了命的在什么 联合国把他什么推动成为什么 全世界都要遵守的京都议定书 所以看到没有 这意味着什么 欧盟的标准变成全世界的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 只有我能达到啊 这我领先 你们想要的就要来找我啊 对不对 因为我在透过智慧财产权 著作权 种种的限制呢 让这些技术呢 谁想要谁就要付费 我还不见得百分之百的转移给你啊 看到没有 所以环保背后有很深层次的什么啊 国与国之间的什么啊 竞争的啊 这战略性的考量的啊 好 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或你有别的看法 这是1980年代哦 同学看到没有 他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环保 所以他们这个推共同环保 他们合作了没有多久 1990年代马上联合国就推出京都议定书 那现在又要什么修改他的版本 因为我们知道不仅是国际 或者是国内的相关法律 执行到一个时间点了以后 总要总检讨嘛 对不对 检讨之后该做怎么样的调整 或者是顾本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他87年代提出他们 彼此时间合作 90年代什么啊 就在联合国推动成功欧盟的标准 所以同学注意到他们这个影响力啊 好 有没有不清楚呢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1992年 同学注意看的啊 他这个实践单一市场 我们先来看 先看这边好了 刚才讲这些共同政策 欧洲发展 关键性的一个转折 我们说一开始成立的煤钢联营 就是为了处理德国 还有什么 当然苏联 的红军的势力 要不断的往西欧这边扩大嘛 对不对 那 到了1990年代呢 最大的一个转折呢 又是德国啊 看到没有 国家统一了 这边应该讲的应该再统一 因为他本来是统一的 被瓜分了 现在又再统一 不是第一次统一啊 好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欧洲人啊 看到德国 真的是伤脑筋 伤什么脑筋呢 就说你这一个强国呢 你到底安不安分子 当一个中欧里面的一个中型国家呀 那历史上证明呢 你不满足嘛 你只被挤在中欧这件事情 你非常不满意 你就想要变成什么 欧洲的大国 然后什么 跟其他什么 举来讲 欧洲以外的国家竞争啊 什么的啊 所以欧洲人呢 他几百年来 都是为了处理德国这件事情啊 你对于你生存的这个条件 你始终不满意啊 对不对 所以真是伤头脑筋了 这该怎么对付德国啊 对不对 好 那好不容易有煤钢联营 这种种的 这种种的努力呢 终于把德国人拉着什么 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往前冲啊 要冲也得跟着我们一起冲啊 对不对 要不然我们被你甩在后面的结果 不堪设想啊 懂老师的意思吗 好 那1990年代 欧洲的巨大转折 最大的赢家又是德国啊 对不对 同样注意看哦 20世界大战是不是在1945年结束啊 还是1940 对不对 40年代结束啊 同样注意看哦 战胜国 一直没有对德国签订什么 合约 也就是说 战胜国对于德国 一直是处在所谓的交战时期的 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地位哦 我和你没有签订结束战争的什么 合约哦 同样切记哦 一直到1990年代 对于德国来讲 才结束 正式结束20世界大战的什么 最后的结果 所以1990年代 美国 苏联 还有什么 英国 法国 才签订和德国的什么 20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什么 对德合约哦 在依据这个合约 我同意把你的国家主权什么 还给你 然后让你什么 再统一 老师之前是不是有提到过啊 没有统一的时候 同样注意哦 我们作为一个观光客 我们坐德航飞机到德国 老师有讲过吧 你飞你你坐德航啊 因为德航是德国 那时候是国营的嘛 对不对啊 好 你坐飞机 德航的啊 老师没有说别家航空公司 德航的飞机啊 你到达德国上空了以后 你就觉得很奇怪啊 你从窗户往下看 哎 机场不是已经到了吗 怎么这个飞机还不下去啊 还在上空盘旋啊 也没台风什么都没有啊 对不对 你就应该要降落了 但是那个1990年代之前 对不起 如果在德航这一架飞机之前 有美国英国法国或者是苏联的民航机 排在你前面 比你先到的话呢 对不起 或者是说比你稍微慢一点 对不起 你就在上空盘旋吧 让他们先什么 降落 你在上面等 这意味着什么 领空 机场 都不是你说了算哦 你的国家主权没有掌握在你手里哦 你是战败国 我还没跟你签订什么 对德合约 二战状态没有结束 你是被我占领的 所以机场什么的都是我先用 懂了吧 一直到1990年代 才终于还给德国 那德航的飞机 当然他就第一个往下 什么 降落了 对不对 那变成其他国家 你在后面排队吧 看到没有 这个情势就转过来了 好 那德国 那德国他做一个强国 东西德又统一之后呢 对于德国 甚至全世界 大家都在问嘛 你德国你现在想怎样 对不对 你又强大起来了 你又在德国的欧洲的中心 你想要怎样啊 德国当时内部也有在讨论 那我们国家现在统一啦 对不对 我们也是强国啊 那我们需要 在和欧洲这些国家在一起吗 他们都比我们穷啊 我们是不是自己从欧盟 或从北约出来 自己发展成中立国 然后我们自己什么 德国我们自己拼的话呢 我们不见得输给美国 也不见得输给日本啊 对不对 这是一派 那当然这一派的观点 就吓死欧洲人啦 对不对啊 好 那另外一派观点呢 就说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 因为我们德国 毕竟是什么 在欧洲 同学注意看啊 也就是说 我们德意志民族呢 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啊 什么现实呢 第一 我们的地理位置 是在中欧的中间 对不对 邻国一大堆嘛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稍微 要有一个变动的话呢 有多少国家 就跟着要一起动啊 那别人愿不愿意啊 如果不愿意 人家是不是就联手起来 围剿我们啊 这就造成什么 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时候 和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面对的情势是一样的哦 你想自己壮大 结果什么 别人都怕你啊 联手起来 反包围你啊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还要这样吗 所以同意注意看 就六一派呢 就占上风 就说好 我们国家虽然统一了 但是基于我们的地理位置 是无法改变的情况之下 和邻居和平相处 进而什么 一起发展 对于我们 其实是最有利的啊 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 两次啊 我们用武力想要掌控欧洲 结果不仅是什么 失败 简直是惨败 差点要亡国了嘛 已经两次了嘛 对不对 不是只有一次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要继续教训啊 继续留在欧盟里面 跟大家一起发展 那当然我们 以我们的实力 我们必然是欧盟的火车头嘛 对不对 我们不可能在欧盟里面 当什么 最后排队最后的嘛 我们一定是排第一的啊 那与其这样 那反正我们还是第一嘛 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好了 你自己跑出来 变成中立国呢 大家联手起来围剿你啊 对不对 所以同意切记哦 每一个国家 在国际社会中 并不必然是 你想要怎样就怎样哦 董老师的意思吗 即便强如美国 他什么 他很多事情 他也必须妥协啊 你不妥协可以啊 你可能带来的结果 就是毁灭性的啊 对你自己就是毁灭性的啊 对不对 那德国的历史就已经证明他 毁了别人 也毁了自己两次嘛 对不对 而且是全世界性的啊 对不对 所以他痛定思痛嘛 所以最后后面这一派赢了嘛 就是说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发展了 和欧洲国家一起啊 那反正我们在里面也是 实质上的老大嘛 嘴巴绝对不承认自己是老大 但是我们就是实质的老大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德国统一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他有没有企图心啊 他当然也有啊 对不对 所以德国统一以后 其实同学注意看 他也申请加入什么 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因为常任理事国里面有哪些国家呀 好 这位同学呢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你讲一个好了 还没有嘛 所以他要申请啊 刚才那边讲一个哪一国 法国是不是刚才同学讲的 对法国 还有呢 你再讲一个 对 英国还要是哪里 对非常好 英国 法国 英国 美国 俄罗斯 还有中国嘛 同学看了没有 这五个是二战时期的战胜国 对不对 你德国是战败国 对那当然你可以讲说 我现在的我的实力超过英国 法国啊 对不对 我怎么不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他这个再统一呢 的确让他自己也有所改变 但是毕竟记取了什么 以前的教训啊 所以他虽然提出申请 所以他虽然提出申请 但是联合国基本上大家也死缠烂打 就是不让他进啊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什么 还是没有成功 但是那他了解到 哦那我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进不去的话呢 那我倒过头来什么 我加强我自己在欧盟里面的什么 影响力的话 那其实什么 其实同学注意看 举例来讲 最成功的经验就是什么 举例来讲 17国 一出手就17票 一出手现在就是28票 那国际之间 有谁能不重视他呢 对不对 那这28票怎么出手 我德国有影响力啊 对不对 所以我干嘛非挤的进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然后让大家又来围剿我呢 所以他现在也退出退回来 没有再申请了嘛 所以同学注意到 德国统一对于欧洲和全世界都有影响的哦 不要以为说那是他们国家的事 因为这个国家呢 他的实力非常强 而且什么 他很重视集体的概念 所以国家指定哪一个方向 大概基本上什么 全国的什么 总意志大概就在那个方向 就是往那个方向去拼了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 我们这边我们常常批评大陆很会煽动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跟德国比起来不够看啊 德意志民族主义呢 那才吓人啊 法国总统就曾经说过嘛 德意志民族啊 对于自己的民族要强大这件事呢 有着歼斯底里的渴望 你看这法国人头都疼啦 我这个倒霉鬼就是你的邻居 看到没有 你们德意志民族一天大晚不不闲下来的 看到没有 你一下这边这样子 一下一下环保 一下何能 搞的什么 别人都不用活啦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德国统一 本身对于欧盟来讲呢 他有立即的急迫性 你要处理 不仅德国统一以后的情况 就是你这个欧盟 因为德国统一 你要有什么样 你本身要有什么样的调整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那要怎么调整呢 所以同学注意看 他就什么 马上啊 大家签订了什么 把煤钢联营 后来经过经济共同体 然后升级到什么 欧洲联盟 签订这个欧洲联盟条约 大家什么 成立欧洲联盟 那在马斯随克条约 马斯随克签订这个条约 所以欧洲联盟条约 有些又把它称之为马斯随克 马斯随克也是地名啊 好 那签订这个条约 我们来看啊 没有签订这个条约之前呢 共同政策就局限在这几个领域 那签订了以后呢 那接下来什么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那就一定要扩展啊 对不对 我们更要往单一一个国家方向发展 那就还要扩大呀 好 接下来就什么啊 刚才讲的 要完成 我们这个市场呢 要完全打通 之前不是说已经通了吗 但是之前呢 有些的关税呢 未必降到零关税 虽然关税大幅下降 让所有的会员国享用便宜又好的东西 那但是呢 同学注意看啊 到了1993年完成单一市场的时候呢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他的关税是基本上全部降到零关税了 那除此之外呢 同学看到没有 德国统一以后 陆陆续续加进来的这些国家 北欧啊 还有中欧南欧呢 使得的确什么 欧盟的地理范围就扩大了 因为我们不是之前有提到 北欧这些国家 英国呢 想说英国 想我海外有大英国协 所以一开始没参加 和北欧这些国家整合在一起 对不对啊 那同学注意啦 北欧国家啊 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波及 到他们嘛 对不对啊 所以北欧国家非常富裕 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不是美国 这国民所得最高的 基本上都在欧洲 那那个什么 这有很多那个欧洲国家 那个什么Lichtenstein 他都不敢公布他多少钱 免得怕大家去抢啊 那别的不说好了 这个卢森堡 欧盟里面的小国 国民所得多少啊 有没有同学 老师应该有讲过吧 来那位同学 那我们多少你知道 因为他们会有波动嘛 所以差不多一万多啦 大概好像没有超过一万五哦 那卢森堡八万多 八万多 看到没有 所以为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解决欧债危机的时候 当时主要在负责的这个 是什么啊 卢森堡前总理 他今天最近被选为什么 欧盟执委会的什么 主席啦 对不对啊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这么大的危机 怎么找一个这么小的国家的人来负责啊 就他们太厉害了 后面钞票满满的 八万多 那那个Lichtenstein 还不敢公布 更多 更多 更多怕大家去抢啊 对所以不公布的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好 那这些有钱的国家 然后再加上北欧呢 北欧也很有钱 但是基本上大概总平均 还应该没有 没有卢森堡高 但是大概五万以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国民所得五万以上 所以呢 同学看到没有 这些国家陆陆续通通加进欧盟 这些富裕的国家也加进欧盟 然后那当然奥地利这些中立国呢 通通在90年代通通加入 因为之前老师不是有提到吗 奥地利他不想变为中立国啊 但是没办法啊 二战之后被什么 战胜国强迫他变成中立国啊 所以一有机会不要当中立国 他赶快跑啊 因为什么 你一定要国家发展什么 市场规模要越来越大啊 那我就在隔壁前面那一个大市场 我的东西每次过去又要关税又什么的 对不对 那竞争方面就相对弱了 对不对 虽然你奥地利有很多好东西 但是同学不要忘了 这对我们台湾来讲 其实大家要面对就什么 因为老师之前讲过 西欧这边都是老牌工业革命的国家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东西都是在水准之上啊 那这些东西都零关税 那对于他们的竞争力来讲 是不是很有帮助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等于说 他们在产业分工链来看呢 他们一直是在上游 我们是中下游 看到没有 所以同样要注意到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关着门乱喊自己多伟大 就伟大起来的咯 这绝对是实力的展现 所以同样看到没有 那奥地利他本身的东西的等级也很高 他都很焦虑啊 因为以前他被什么 西方国家战胜国 压着他非当中立国不可啊 那我不想当啊 对不对 那好那终于什么 对立结束了以后 他说他不想当啊 哎 没有没有哪个国家反对嘛 啊 所以他就中止了自己的什么 中立国的这个什么 国际法的地位啊 所以他参加欧盟 使得自己国家的市场扩大啊 所以我们说大概现在可以来讲 全世界大家还保障的永久中立国 大概基本上只剩下瑞士了 瑞士这个国家基本上大家还是认知他 所以什么 那当然同样看到没有 德国统一之后 瑞士办了一个全世界其他国家想不到的公投 来觉得他办了什么公投啊 苏格兰是办独立嘛 那你觉得因为公投的题目 每个国家可能不一样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瑞士他办了一个什么 好 其他办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什么 要不要加进联合国 因为对有些瑞士人来讲呢 我们加进联合国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结束我们的中立状态啊 那好不容易内部辩论 然后公投 然后之前联合国也保证就说你并不因为你加进来以后 你就丧失你的中立信了 好 那终于公投过了 加进联合国 那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公投呢 就是什么 要不要废止我们国家的军队 不要了 我们没有敌人啊 我们本来就没敌人 但是我们的朋友彼此之间分为两大集团对立啊 所以我们也要有一点什么 军队来保护自己 万一他们两边失控啊 对不对 那现在他们两边也握手言和了 那我们国家花那么多钱养着军队 有没有必要呢 这是瑞士当时两个公投的题目 加进联合国的过了 废除军队的呢 没过 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优啊 你今天没有敌人 并不敢保证 你明天也没有敌人啊 对不对 所以军队呢 还是保留了啊 那回到这边来呢 同学看到没有 奥地利结束他的中立状态 加入欧盟啊 那瑞典 芬兰啊 基本上什么 也都什么 加入了啊 那芬兰 同学注意看 我们也特别提一下 他呢 他也他也是什么 他虽然不是国际公认的中立国 但是他长期以来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 旁边 是苏联 这边是西欧国家 啊 所以呢 为了要能够生存下去 国家能够发展啊 同学看到没有 他基本上 他不参加任何什么 周边国家的 所组成的组织 他不加入欧盟 那个时候没有 这个之前没有嘛 他不加入啊 那同样的共党国家 邀请他的 他也不加入 所以他维持一个 实质上的中立 所以他保持和平 维持和 因为你 你一直是真正的中立嘛 你虽然没有 不是国际公认的中立国 但是你的政策是中立的 所以苏联也接受了 是西方国家也接受了 所以同学注意到 今天苏联对付乌克兰 就有很多欧美国家的政界也好 学界也好 就建议乌克兰 你要能够要想办法活下去的话 你就学一学芬兰吧 就等于说你也不要加入欧盟了 你也不要加入北约了 你也不需要跟苏联闹对抗嘛 因为你跟他闹对抗就是你头脑不清啊 你哪是他的对手你跟他搞对抗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维持你的什么 长远的发展和平的环境 对不对 那你就学学芬兰 你和周边所有的国家都维持友好关系 都做生意都很好 但是他们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呢 你通通不要参加 这才是你唯一的什么 生存之道 那现在就看乌克兰 他国内的情况 能不能掌控的那么精准啊 对不对 要不然欧盟帮不了你 俄罗斯把你吃下来 别人不敢动啊 看到没有 所以你要做正确 你要做政策选择 甚至是战略性的政策选择 这关心你的国家的生存或灭亡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 那芬兰一直维持在这两大集团之间的一个平衡 一直到1995年 那他加入欧盟呢 普丁也 或者说当时整个哥巴切夫 叶尔辛一直到普丁 对于这件事情都可以接受啊 你虽然加入欧盟了 你在经济方面有很多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那芬兰对于俄罗斯出兵 乌克兰 芬兰有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呢 他是不是也是中立啊 所以各方都能接受他加入欧盟吗 看到没有 所以1995年 这瑞典芬兰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打到他的这个国家加入欧盟了 那奥地利呢 自我结束中立状态加入欧盟了 所以同学注意到 德国统一对于这些国家 他思考 我是进还是不进 是有影响的 所以不要以为那只是他们国家 反正两边自己自己合就算了 好 今天讨论到这地方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所以同学切记啊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以单一个人的好物来调整的 有的时候你就是要调整 德国就统一了 你就是要调整 你不调整 你什么 你自己什么 倒霉 好 那就下课了